欢迎继续收听由苍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 《斗魄苍穹》第748回 萧炎含笑点头 对着灰衣老者抱犬功声说道 那既然如此就多谢老先生了 嘿嘿嘿老夫筋骨 别叫什么老先生了啊 灰衣老者黑黑的笑着 玄其目光在萧炎身上转了一圈 小家伙 你是炼药师吧 这种气味寻常人可是不曾具备的 萧炎迟疑了一下 对方明显在嗅觉方面有着特殊的天赋 当下他也没有隐瞒 轻轻点了点头 哈哈哈哈 炼药师 哎呦 那东西实在太稀罕了 见到萧炎点头了 筋骨眼中顿时掠过些许奇异的光芒 前几笑眯眯的说 你进去吧 啊 进去吧 那个小女娃娃 有通灵白狐 通过这迷阵呢 不成问题 但想要到达天山血潭 可还有不少阻碍呢 放心 老夫不是收了东西不办事的 会通知人额外关照一下你的 文言 萧炎心头也是一乐 这个丹药送了不亏啊 这个老家伙 果然是世金蜀足中 地位不低的老者 既然得到了所需要的 他也不再多留 对着筋骨拱了拱手 随后便转身进入了树门之中 望着萧炎 消失在树门之中后的身影 筋骨不由得抚着尖尖的胡须 面露沉吟之色 低声难难道 这个小家伙是个令药师啊 就是不知道能否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要求 要是可以的话 倒是能够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脚步 刚刚踏进树门 萧炎的眼前就陡然一亮 前几脑海中略有些许悬晕之感 带着他回过神来 却惊恶地发现了 周围的空间已经尽数被一层浓郁的化不开的浓雾所弥漫着 这浓雾比山脉之内 浓郁了将近十倍不止 而且最令的萧炎感到棘手的 是这里的浓雾居然连灵魂力量都难以穿透 扩散之间就犹如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一般 根本就难以取到探测的效果 目光凝重地扫过四周 萧炎低声道 这就是那所谓的迷阵吗 果然棘手啊 在萧炎低头自语间 突然感觉到手掌一凉 旋即纳蓝燕燃的轻柔的声音就从身旁传来 不要慌 是我 紧绷的手臂缓缓的松懈 萧炎的目光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了望 却是愕然发现没有半个人影 但手上传来的触感 门炎 萧炎 萧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心头略有些庆幸 幸好此行遇到了纳兰燕燃了 不然的话 即便是他也得被困在这迷阵当中了 浓炎 浓雾弥漫 手掌那柔软的触感 就犹如握着一块上家的玉石一般 焦柔的感觉颇有一种令人爱不释手的味道 萧炎 萧炎心中忍不住的一当 不过 这种情绪刚刚出现 就被萧炎迅速的压制了 旋即眼观鼻 鼻观心 任由纳兰燕燃 拉着一步步的缓缓的前进 这般安静的前行 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左右 萧炎方才察觉到周围的浓雾 似乎逐渐的变淡了许多 身旁也传来了纳兰燕燃 那如是重负般的轻声 要出迷阵了 哦 纳兰燕燃的声音刚刚落下 一阵阵风就迎面吹拂而来 周围浓雾正是剧烈的波动 旋即飞速的后退 周围的景物也缓缓的浮现 出现在萧炎二人面前的 是一座极为雄伟的山峰 而此刻的两个人 正处于山峰半妖处的下方 在那有些险峻的山路两侧 不断有着浑身金发的巨鼠窜过 美目望着那些金色巨鼠 拿来艳然提醒道 这些就是世金鼠 不要伤害它们 不然的话会惹怒世金鼠族的 哦 萧炎点了点头 走吧 半山腰处就是天使台 在那之后 就有着世金鼠族所布下的一些关卡 只有成功闯过的 才有资格抵达天山血潭的顶处呢 天山台 文言 萧炎眼眸微眠 哦 原来这里就是那唐英所说的天山台啊 而他说的 在这里或许有合作的机会 恐怕说的就是这种 合作通过关卡的事吧 纳兰艳然微笑道 现在那里或许人不少 世金鼠族所设置的关卡 一般都颇为困难 虽说能够走到那里的人不是弱者 但想要将之突破 还是有着不小的难度的 萧炎笑了笑 眼中有些火热 哼 既然如此 那就走吧 可别让人领先把那八个名额给占了 话音一落 他脚尖一扁 陡峭的石梯 身形就化作一道黑影 对着山腰处迅速的飞去 其后 纳兰艳然也紧跟而上 天木山半山腰 是一片极为宽阔的平台 平台使用岩石整齐的搭计而成 而平台的一侧尽头呢 是一条直通天木山顶的石梯通道 不过此刻的石梯之前 却是被一些人身鼠头的弑金鼠 把守而住 在石梯之外的平台上呢 有着将近二十道人影错落其中 各自分成大小不一的圈子 或单个人 或两三人 或者更多的人 这些人散布在平台中 相互交头接耳 目光也是不断地 对着平台的陡峭路途上扫去 按照时间呢 也快是迷阵要关闭的时候了 而到时候迷阵一关 也就是要开始闯关了 在人群中 一道七彩倩影 格外引人注目 那宛如凤凰般高贵的气质 令得他轻易的 就成为场中的主角之一 而这个女人 自然就是风雷阁的凤小姐了 在与身旁的一人随意的交谈间 彩衣女子 美目也不断在十梯处扫过 唇角有着一抹淡淡的嘲讽之意 片刻后轻轻地摇了摇头 看来 他倒是有些高看那个人了 没想到连着天时台 他都到不了 咚 一道钟鸣声 缓缓地在平台上响彻 一道身材有些矮小的苍老的人影 缓缓地走了出来 目光淡淡地扫了一眼场中 旋即有气无力地说道 时间到了 闯关开始吧 见到这人开口 那五彩衣女子也彻底收回了目光 看来 那个人果然不出所料 靠的不过是那道强大的灵魂力罢了 而那优势在这天目山脉中 却是荡然无存 就在所有人目光转移之际 突然有着破风声响起 旋即两道身影 如剑一般地从石梯下闯入 最后徐徐地落在平台上 一道清朗的笑声也随之传出 哈哈哈哈 抱歉 来了晚了一点 希望没有耽误大家吧 听着这道笑声啊 那贼女子目光一宁 缓缓地转过头来 看到那张笑意吟吟的年轻的脸庞 片刻后只能冷哼一声 别了过去 两道身影 徐徐自半空落下 然后落在平台之上 现出身来 正是那最后抵达的消炎和纳南奄然 两个人的出现 自然是引来了场中不少人的注意 一道道目光投射在两个人的身上 不过除了少数人之外 大多数人都不认识消炎二人 虽说最近消炎因为和风雷阁之间的恩怨 名头传得很响 但真要比起来呀 在一些人心中 他和凤小姐 唐英这等年轻俊杰相比 还是有着一些距离的 对于这些目光 消炎倒是犹如未堵 视线在场中扫过 见到这里居然有将近二十来道身影的时候 心中不由得有些惊愕 他没想到这些家伙速度竟然这么快 他连夜赶路都未曾赶上来 当然了 这大多也是因为消炎对路途不熟的缘故 而在场的这些人 基本上全部都对着天木山脉极为了解 而且一些近道也知道得很清楚 和他们相比 人生地不熟的消炎自然是要吃亏些的 甚至 若非是因为他在最后时刻遇到这那难奄然呢 恐怕都难以暗示 抵达着天师台 在消炎的视线扫射间 倒是看到了几道熟悉的身影 他的目光 首先顿在了浑身弥漫着高贵气质的 凤小姐的身上 这个女人容貌丝毫不逊色于身旁的那难奄然 那种气质对于某些男人来说 更具有着一种征服欲 不远处的凤小姐 似乎也察觉到了消炎的目光 眼眸一动 盯向消炎 眼睛中 勤着思思的挑衅 消炎最近和风雷北阁的事儿闹得挺大 最后甚至连废天出场 都没有把他抓住 这令得风雷北阁的面子大损了 要是这次他能勤住交给风雷北阁的话 那么北阁也算是欠了他一个人情 日后若是在阁主继承人的争夺上 或许将是一大助力 想到这儿 凤小姐唇角不由得轻轻一掀 看来此人的确不能放过呀 要是让他顺利的离开了天目山脉的话 到时候又能借助那强大灵魂的帮助 那时即便是他也难以与之抗衡了 哼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 本小姐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对于这个女人心中所想 消炎自然是不会知道的 而且她即便知道了 也会嗤之以鼻 或许她的确忌惮风雷阁的那些老家伙 但是同辈人之中 能将她逼得狼狈不堪的人 可是少之又少 至少从一开始到现在 上还没有遇到过 目光从凤小姐身上 缓缓地转移开去 最后又顿在了两道身影上 这两个人 消炎在山脉中的时候也见到过 正是那万剑阁的唐英 和黄泉阁的王臣 面对着消炎的目光 那唐英倒是冲她微微点点头 王臣却是一脸阴翼 眼中带着些许阴冷 对于消炎 她似乎并不太感冒 消炎也是对着唐英点点头 对于那王臣到魏家理会 她刚要收回目光 眼角却突然瞥见一道 青色的倩影 这个女孩看起来 应该是平台上年龄最小的了 一身轻衣 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 显得格外的可爱 动人的脸颊上 隐隐情的一丝稚嫩与天真 与这里的环境看上去 倒有些格格不入了 在消炎柱时间 一道低沉的声音 从一旁的纳兰奄然的嘴中传出 小心那个女孩 她可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哦 消炎脸上不动声色的问道 怎么呢 因为她是青隐阁年轻一辈中最为出色的人 哦 青隐阁 木青鸾 消炎的眼睛微密 对于这四方阁中 那最为出色的年轻一辈的人物 她也是略有耳闻的 是的 四方阁中 青隐阁的弟子数量怕是最为稀少的 但各个实力出类拔萃 而这木青鸾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另外 她虽然表面看上去是一副少女模样 但其实几年前 她也是这般 这些年未有过丝毫变化 而她的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强悍的 文言 消炎的眼中不由得略过一抹诧异 这四方阁的优秀弟子果然都是名不虚传啊 不过想想也对 以四方阁那庞大的势力 再加上这些人那惊人惊觉的修炼天赋 有这等成就 并不是太过令人难以置信的 在消炎注视着木青鸾的时候 后者也是突然转过头 冲她皎洁的一笑 消炎见状 也是面不改色的对她微笑点头 在消炎两个人也进入到平台之时 那实体处的矮小老者目光瞥了她一眼 圈其缓缓的说道 老夫 是金蜀族的族长 金石 既然你们都能来到这里 想必也是不同寻常之辈啊 而且天木山的规矩 应该都清楚吧 只有通过了我们所布置的关卡 才有可能到达那所剩的八个名额 在金石的身旁两侧 有着两头毛发暗沉金色的巨树 这两只式金鼠啊 体型格外的大 而且那眼瞳之中 也闪烁着不亚于人类的灵动和机制 这两只式金鼠 明显都是处于六阶的层次 想必应该便是这一次进入天时台的另外两个候选人了 只要他们能够突破窦黄 经历雷洁 那么就能化为人形 成为式金鼠族的真正核心成员 平台之上 唯有着金石那有气无力的声音响起 虽然这个老者看上去似乎很是盈弱 但是在场的人都无人敢与其冲撞 对于这金石的名头 除了硝烟 大家都不陌生 当年那场发生在天山血潭的争夺大战 这个老家伙可是大展神威啊 即便是废天那等老妖怪出手 都未曾将之击败 由此可见 此人实力是何等的强悍了 好了朋友们 欲知后史如何 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 第七百四十九回 第七百四十八三十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